大家好,弟兄姨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2024年11月9号,星期六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324期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基于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和政教构结 政教合一,简单分析一下川普为什么这次赢了大选 弟兄姨姐妹们,我前几期在之前,我的确是希望川普输掉 因为川普输掉之后,我们就往往全全的证实了川普不是天选之词 上次竞选他失败了,这次他再一次失败 那在教会谐控制他只是天选之词 就是自然而然的证明了,不需要有太多的圣经 川普是地上王,美国地上国地上王 这是他的身份,现在没选之前,你还说他不是地上王 他当上的人肯定就是地上王 这是确确实实的,他是再过两个月,一个月他就是地上王了 他曾经也是地上王,所以他的身份第一到地上王 就是圣经里面的凯撒,凯撒也就是凯撒,凯撒 圣经里面原先的版本翻译为凯撒 所以说这是圣经上的地上王和天上王,就是我们信仰的耶稣基督 他是赴赐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是撒旦就说我把万国的荣耀给你 让耶稣崇拜撒旦,耶稣拒绝了,而且在该撒耶稣时代 耶稣才刚出生没多久就要报名上册就是要杀耶稣 然后历史上,当然就不用说了,历史上就是尼律,尼律就是诺马皇帝 也是迫害基督徒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川普他为什么这次会赢 我以前做的那个节目,这是我把他说的,就是我这样的指顶的 指顶的就是卧底教会杜撰川普保守主义,为中国共产党释放势力 卧底教会法轮功,公文贵及民营,干涉美国大选,参与国会社稍乱提供大外宣明明一句 这就是川普保守主义,就是川普,第一个就是川普他绑定了保守主义 他绑定了基督教,所以说川普第一个他就去了他的中国基因圣经 所以他主要就是绑定了这一块,这一块就是用宗教 所以说宗教,我说的宗教不是说我们的信仰 用宗教来控制思想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 他就自己把自己打造一个天选之子的人设 是人设,他并不是天选之子,他也看起来也不像是基督徒的样子 也许曾经受过洗,但是他主要的身份,不管他是什么唯一之产者 他主要身份是地上王,圣经里面的就是犹太人被掳了之后 没有犹太人在地上当王,当时是没有的,实际上现在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那个哲联斯基,他也是犹太人,他就是地上王 他也是地上王,对不对,也是地上王 都是地上王,地上王和耶稣基督是复赐的 谁当地上王,谁不当地上王,这是上帝允许的 就像上帝允许,就是科威兰提存在一样 就是那个新冠肺炎存在一样,是允许 而不是说他拣选,拣选这个词就是人为上帝服务的 他不是地上王,不是直接为上帝服务的 当然圣经里面也说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什么什么的 当然他是维护地上国的一些秩序 这是严格的和我们的天国的盼望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许多人,为什么我们说把美国看出一个灯台 这是一般的人,当然希望一个好的国家 这是人的本能的需要,本能的一个就是人往高处 谁往低处走,本能就希望一个好的国家 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乱世 所以大家对于美国就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这就是一般性盼望,比如说我们要面对这样的现实 比如说美国他不行了,他不必要的 他变坏了,或者再也没有以前好了 那都是正常的,都是属于地上国 这属于地上的万国的荣华 都是他的本质没有变,美国 不管是中国还是都是地上国 这是本质,本质 当然有的国家好有的坏 有的国家对基督徒好一些 有的国家对基督徒差一些 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就不用讲了 这就属于波动议论,这是属于干预论里边的 所以说,川普这次赢第一个,他就是绑定了基督教 绑定了保守主义 好,第一个 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什么呢? 他就抓住了,就是像我四年前 四年前,就是我当时也是说,我感到非常奇怪 为什么教会卧底,我研究到教会要支持川普 因为他有天然的一些东西,他抓住了一些关键东西 就是川普他反堕胎,反堕胎 然后还有什么,反变性 还有就是,反同性恋 这些东西他也抓住了这个点 因为传统的东西,说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传统的东西 也都是按照人类天然的本性,这都是不正常的 我们说不正常,并不是说我们歧视这样的人 但是在实际上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他是不正常的 男和男的,也不能生小孩 这都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东西 但是现在,而他们相反的民主党这些东西 就其实上呢,就一直去追求这些小众的 当然你说这些人,当然不歧视,也是要尊重个人的选择 那就是,连上帝都把你没办法 我们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基督徒还有什么办法 对吧?上帝都没办法吸引你 上帝耶稣基督徒就没办法吸引你 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办法?你要搞同性恋 你要堕胎,或者你要杀人 你要杀人放福,那我没有什么办法 那个世界上一直都是这样 这就是世界弯曲背地的本质 这也是第三个弯曲背地的本质 那么作为一个选民来说 当然大家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现象 这也就是天然的,就是我们四年前 我当时觉得川普有道理,也是这样来的 就是第二点,他抓住了这个 而他和他对面的那个民主党来 就是把这个东西太强调了 但是这些人群,比如说你搞同性恋 搞变性,一百个人可能觉得有一两个 三个了不起了,没那么多 我没看过比例,我猜测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不会说一半是搞同音乐的,一半是异性恋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二点,第一点就是他绑定了教会 绑定了保守主义 就是绑定了教会 第二个就是打造了天权自治的人设 第二点就是保守主义 第三点,所有的东西怎么表现出来 第三点特别做的就是宣传 宣传,他的宣传就是这些 他宣传这些东西 他自己的团队我想肯定 我一直在说他有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那个张军师被给他出主义 而且像这种刘军林这些中国人大的这些东西 有一个杜撰川普的保守主义 给他做宣传,这就是外国干涉 基督教和谐控制要干涉某个大选的实力 一个实力 所以说这三点就是外国的战斗势力 外国的战斗势力在支持川普 这个现在我看的比较清楚 肯定嘛,法轮功的光卫东被控 就表明他就是用于支持川普 这就是外国干涉的势力 这是林郑 这是实施在在FBI提供的证据 这个一点没有说了 就三点 三点表现出来就是大外宣 他自己的宣传 宣传就是说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一定要控制网络 一定要建墙 一定要控制过重媒体 你看见我们这次大选 非常清楚的 你看见就是所有的中文媒体 包括生命计刊 包括张伯利 包括傅希秋 包括任不议都在鼓出川普 这是非常明显的 没想到 不要来骂我的人 你们可以去死 来骂我的人 你们可以去死 如果你还在上当受骗 那就是基督上当受骗 你就看一下我的节目 骂我的人 不了解这个东西的人 自己去研究 自己去研究 这是非常明显的 教会 包括以前有一个人留言 他说不对啊 教会的普通人就支持川普 对啊 为什么要支持川普 这就是宣传的力量 宣传的力量 非常之强 非常之强 宣传的力量 所以说我们来看 刘刚也分析了这个东西 他说是美国的大选人谁想 第一不应该谴责给川普投票的选民 这就是我说的 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一般的人是看不见的 就像有一个有一个网友推友 他在说你这个人只有不到600个人订阅 对啊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想象就是说这还是华人知道这个东西的人 就只有很少的几个人 那么大量的美国人 他实际上和其他的上当受骗的基督都一样 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 就像我四年前一样 我当时心里是支持川普投票 但是你看我看我以前的节目 我从来没有提 从来没有提 因为这属于政治的东西 我就避这个很远 而且以前我也不怎么研究政治 我只是刚才是研究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没想到越统越大 越统越大 所以说我们说感谢上帝 我在我的朋友前我发了一个说 活见久 我们见证了一个什么 上帝给我看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实力 一个什么实力 一个政教构建的实力 一个宗教就是 政教合一的实力 一个看见这个邪我世界是怎样 控制 用宗教来怎么控制 控制普通百姓的 这就是一个实力 这是非常实力 所以说里头不应该谴责川普的选民 川普的选民 当然大部分人肯定是不知道有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 包括中文来看我频道的人 许多肯定也是第一次才会知道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原来中国共产党在利用教会 中国共产党 这个同样的川普也在利用教会 利用教会 所以说我们就再来说一个 所以说你看 利用外国政府势力 外国政治势力干嘛 就是出钱嘛 做大外宣嘛 比如说有传言就是 就是推特的收购推特就是伊隆马斯克 收购推特就是利用我国商人的钱来买的 所以说这次推特包括脸书都在支持川普 都在支持川普 这就是需要媒体的力量 媒体的力量 媒体 利用外国建的司令 利用现代网络及媒体 所以说这个就说得很清楚 主要是媒体 主要是媒体 你接受信息主要来源于媒体 你不能人在天上坐 你信息就知道关到你耳朵里 不是都是网络 网络主要是网络是媒体 给你不停的灌输这个东西 所以灌输什么 灌输保守主义 灌输川普的 川普的和教会连在一起 所以说传统思想是很难改变的 他们实在四年前他们做了一个预言 四年前他失败了嘛 然后他们后来肯定又改了他们的算法 改变了他们的方式 改变了他们的方式 这是他终于得逞了 终于得逞了 我说的是教会卧底 也是同时说教会卧底 然后我再说 从政教回忆 政教勾结这个方面来说 实际上这是欧洲的传统 欧洲的大家知道大淫妇 就是我们福音派 就是基督教认为 就是罗马天主教就是大淫 基马圣经里面所说的大淫妇 就是一种看法 就是罗马天主教就是有当时罗马皇帝 就认为立有基督教可以控制 控制他的老百姓 对他的统治有利嘛 所以说就是罗马天主教做主力 立为国教 立为国教 这就是政教合一 其实也就是政教勾结 最开始政教勾结到最后的政教合一 后来马丁路德打破了宗教改革之后 就是罗马天主教后来又放弃了这个权力之后 就慢慢慢慢就转换了新教了 就是我们的一般汉语所说的基督教 新教之后这种政教合一的在西方社会基本上就消失了 现在有政教合一的就是中东的那些国家还是政教合一 但是现在你看见没有 美国有感觉虽然没有完全的政教合一 但是有政教勾结的嫌疑了 非常之明显和政教勾结 而中国本来就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和政府合作一起 这就是政教合一 它类似政教合一 所以说对政教合一这种方法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顺用的德性运手 而在西方的传统一千多年的天主教的传统 所以说对西方人他要用上政教合一 政教勾结的方法真的是太德性运手了 所以我们再来括个这些选民 所以有许多基督徒 但是一般的基督徒说实在说 真正说盼望天国的人 那么现今的信仰看来是很少的 大部分还是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内 在地上过得舒服一点 这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 那就是说我们把盼望我们从天上 碰到地上的话 那么就是你就盼望这个国家好啊 盼望这个国家 所以说他就 他就迎合了这么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就赢得了选民 这种事就是这几个原因 这几个原因我就说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川普为什么迎来 第一个川普就是绑定了基督教会 就是政教勾结政教合一 实际上是政教勾结 因为还没有政教合一 没有完全的政教合一 政教勾结 把川普打稍微天选支持这个人设 相当的成功 相当的成功 第二个他就是港企保守主义 港企那个传统的 比如反多态 反同性恋这样的 第三个主要的摩到实柱 就是宣传 对我们基督教来说就是大外宣 中国共产党利用教会 对美国进行渗透 干涉美国的大选 就是宣传 第一个利用基督教政教勾结政教合一 第二个打受保守主义人设 第三个就是利用宣传 宣传机构 你看到处都是铺垫盖底的 所以说当时我在推特上看见 真的是支持贺锦丽的特别的少 包括他的宣传也很少 包括国内的同学说 川普好像还有股票啊 川普概念股 为什么没看见 不知道贺锦丽有没有 我说我没看见 因为没有这样的宣传 我看见的确是川普概念股 这样的宣传 所以说非常之 这就是阴谋得逞 所以说美国会变成什么样子 以前我提到一个研究基督教的弟兄 当然他是认为 因为按照圣经 圣经世界末子是没有中国没有美国的 会不会美国因此衰败下去 我觉得不一定 不一定 毕竟他川普只能当四年 四年之后他又要变化 但是这个世界越来越邪恶盈 这是肯定的 比如说各种那种 各种的小众的东西会越来越猖狂 比如说到同学链啊 或者是变性啊 这些都是传统的 都不是不正常的 我并不是说提示他们 这的确是 他不是一般的人们可以接受到的大朋友 因为毕竟这是小众的东西 非常小众的东西 非常小众的东西 而且所谓说 所谓说 他的支持率就是非常之低 非常之低 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 所以有个弟兄他认为 可能川普和美国就因此这样衰败啊 但是我觉得短时间内 也不会啊 不会变得那么快 毕竟美国的敌制很厚 敌制很厚 但是现在看这个趋势 我们以前说 王英师跟我说 他说许多解经家认为 中国共产党会存在世界的末日 而是 存活在世界的末日 我觉得 看来是越来还真的有点像 真的有点像 因为作为共产党 他就是把这个媒体 就是把这些关键的点 现在他就用宗教 宗教 过种宗教 我说的啊 我以前说的那个金慕容 那个佛教 也过种宗教 来控制 控制人心 基督教 佛教 在中国基督教发展特别快 但是 只要他的头被共产党占领了 头不是耶稣基督的话 他就控制了老百姓 知道吗 这就是政教勾结 政教合一 对中国来说就是政教合一了 政教勾结 就是说假的嘛 假的信仰 假的信仰就是宗教 所以说 应该中国共产党赏到了这个田斗 他一定会大力推行 所以说以前 所以说他们也信奉 宗教是鸦片 就是来控制老百姓的 这就是 所以说 中国再加上中国老百姓 由于被控制了这种思想的话 中国要改成换代实在是太难了 就像我以前说的是 在我有生之年 四十年 中国共产党 肯定不会拐贷 肯定不会拐贷 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我们见证了 我说感谢上帝 上帝让我看到一个何生生生的意思 是亲生经历了一个大的骗局 大的骗局 这个骗局 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一直延伸出来的民运工资 艺人 全是党的 大骗局 现在我们也看见美国和中国 使用了同样的骗局 同样的骗局 就是宗教 宗教 来控制老百姓 我们看见了一个何生生的例子 不是从历史书上的 也不是从理论上分析 也不是靠猜测 这是实实在在一个何生生的例子 就像我一个同学 他好像 他以为我好像猜川普要赢 当然我一直说 好像上帝没有听我们的祷告 这个 我祷告 我一直祷告 叫回沃迪去死 叫回沃迪去死 川普赢和输 都一样 虽然我自己来说 我是希望川普这次输了 我就可以休息了 我就研究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就二十年了 从上网开始都二十几年了 没有几个人知道 对我来说 我已经研究结束了 这就是一个何生生的例子 川普赢了之后 反而更能证明 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这个政治大外宣 政教勾结 政教合一 这种力量 邪恶的力量多么强大 多么强大 这么强大 对吧 这才是真是 反而也可以证明 就是他正反两边 都可以证明 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所以说我的研究 基本上是结束了 我相信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不会的 过了四点之后也是这样 反正就是这伙人 因为他们 尝到了甜头 特别对共产党的人 他尝到了甜头 他一定不会改变这种模式 他还是以这种方式 宗教的方式 一亿人士的方式渗透美国 渗透全世界 只要他们的所谓的宗教的头 是共产党就行了 所以说我的研究是结束了 只怪我要看这些人 当然你说这些人 就表明他们会过成好日子 那不见得 那不见得 就像前段时间 好像霍然的有一个假基督徒 就死了 神中活就死掉了 神中活就死掉了吧 还没看到他 也肯定也是支持川普的 也是共产党派出来的 就死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看 还是看看教会卧底下场 看看王仪 什么时候死 或者什么时候出来 因为他们计划得逞了之后 他们肯定会 宣起更大的一波 就是对基督教异端思想的宣传 然后骗取更多的上端说骗 好 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就讲到 谢谢 再见 以后我还是扫上节目 有重大的事情来 我才来做节目 再见 有什么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下面留言 推特本身被封 我也不太想用 柔儿去看看消息吧 我看消息 就是看看教会卧底 他们的下场怎么样 我总的要看了 因为像一般的 像王世军这些东西 王世军这些一般的 躲在背后的 没上推特的人 他死了 或者是他什么 得了报应了 我们是看不见的 只有主动去寻找这些消息 才会看得到 然后我们再看看法轮功 会后面有什么变化 搞民态有什么变化 大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大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这些人 你说这个我们就在 视频下讨论 说这个 这个骗局 你说西方的情报部分 知不知道 那肯定是知道的 实际上是知道的 再加上我也报道过 还有我以前 我说加拿大驻巴拉玛的大使 来关注我的推特 表明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说表明你的研究是有深度 他是感兴趣有用 有深度的有价值的 所以加拿大驻巴拉玛的大使才来关注我的推特 我以前有个视频 也提过 提过 但是哪一个视频我们都记不得了 现在那个大使应该是在驻美国的迈阿密 做参战还是什么的 这个大使还在 还是做这个大使在方面工作 大使就是收集各个国家的情报嘛 所以说我的研究实际上是结束了 不管怎么样 还有一个的确是 我从我同学的表现来看 就是大陆的人和海外的人 的确有许多认知上的不同 我感觉是长得太远了 中的是老朋友啊 老熟人啊 也没办法 就是过字的做的位置都一样 感觉也比较难沟通啊 很难沟通 所以说 所以说像我的做的这些视频呢 能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就算了 这些只有留给有心去研究 有心寻求神的人 看不明白就不明白 如果有基督徒来看见了 你要先不要来骂我 先研究了再来骂我 如果你来骂我 我只能是说你去死吧 因为传别的福音是要被诅咒的 这是以前我都引用了 圣经我就不引用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 不是我要诅咒这些人 是上帝要诅咒这些人 所以说我们一定会看见报应 我们也已经看得过 一些人的报应了 比如说就是那个李博光嘛 张健这些人就报应死了 他们不到五十岁就死了 好 这些人们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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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